大馬路上白衣男想上車拿東西防身 但黑衣釣嘎男也不是好惹的 立刻把門關上 當街拉拉扯扯 白衣男一抓到時機 立刻從駕駛座 拿出隨身帶的彈簧刀 釣嘎男只能慢慢退後 就怕對方失控傷人 兩人當街上演全武行 不斷叫囂 嚇得目擊民眾 趕緊打電話報案 警方五分鐘到場 把雙方打開 被查到彈簧刀還不耐煩 衝突就發生在新北市板橋的廣泉路上 因為古信駕駛要從停車格 把車開出來 但騎機車在瓦斯車的男子 差點撞上還按了聲喇叭 雙方因此發生行車糾紛 結果警方不只在古信駕駛的車上 找到刀 還在乘客座位找到毒品咖啡包 暴怒亮刀 反倒招惹警方注意 毒男被移送法辦 恐怕是巧合 也是天意 記者綜合報導